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戴好安全帽 双手握紧龙头准备出发 有人轻松驾驭稳稳的骑完考场顺利拿到机车驾照 但也有人骑得歪歪扭扭 这个号称魔王关卡的直线7秒 有高达4成的考生都没有考过 那个直线 因为你要在那个规定的时间 就是在7秒以内骑完 其实我也是有考过一次就失败了 因为直线7秒好跑 有一点难就是需要练习一下 建立站首度分析普通重机路考成绩发现 除了直线驾驶 过弯压线的难度排名第二 有三成的考生会失败 第三名则是过弯或行驶时角着地 其他的压管线或角着地的部分 他比较属于连续性的动作 大概是在两三成的部分 另外目前国内有两百多万轻行机车 只要领有汽车驾照 都可以直接骑乘 或是考个比试就能拿到驾照 但为了提升骑车的安全 最快年底前增加路考 而且明年7月起 无论轻行或普通重机 更要加考两段式左转变换车道 甚至直角转弯 路口停车等四项新考题 记者为了解奇闻 陈信龙台报道 酒驾所衍生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 台北市政府目前研议 要和法务部合作 将在台北监狱 针对酒驾入肩服刑的受刑人 强制他们接受酒饮戒断的治疗 预计在一个月内上路 喝酒开车不仅会被罚款 还会以刑罚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未来还可能被强制要求戒酒饮 台北市政府正研议和法务部合作 针对台北监狱酒驾入肩服刑的受刑人 试办酒精戒断治疗 希望能减少酒驾再犯率 酒驾入肩的这个再犯率是很高的 大概有六成 那监索新入肩的这个 关于酒驾入肩的也有三成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 台北市社会局表示 台大医师曾育慈 前年就是遭酒驾者撞死 而且酒饮是身体过度依赖酒精 一旦停止喝酒 就会产生焦虑失眠等现象 因此出狱后酒驾再犯率高达六成 另外也将严拟修改地方自治条例 对酒驾同车者处以罚还 共同负起防治酒驾责任 我们刑法第89条里面 已经有相关戒除酒饮的规定 那是法官的权责 酒驾是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情 那如何从执法上 根本的从严执法 才是一个比较 目前可以执行的方式 台北市府表示酒精戒断治疗对象 是否以台北市民为主 或是所有台北监狱酒驾受刑人 以及酒驾同车者罚还等相关细节 正在研议中 预计一个月内就会上路失败 记者来说明讲龙翔台北报道 花莲知名景点七星潭风景区 最近被民众发现 步道上专门介绍七星潭由来的解说牌 因为年久失收 字体弹道就像是无字天书一样 而另外周边其他告示牌也都生锈了 走进七星潭风景区的沿岸步道 这个十吨木牌就是专门介绍地名由来的解说牌 可是仔细瞧瞧上面的木板根本都没有文字 观光客干脆自己乱猜典故 还笑称这是花莲的五字天书 不只解说牌没有文字 就连其他告示牌也都年久失修 生锈破损 对此花莲县政府表示 七星潭位于海边 受到海风侵蚀的关系 才会造成文字不见或是锈蚀 而根据记录 七星潭在日治时期前为早折地 附近应有大小七个水潭 所以被称作七星潭 后来日本政府新建机场跑道 填平大部分的水池 但名称一直沿用下来至今 当地居民希望县府赶紧恢复解说牌设置 别让他们家的地名被游客乱解读 记得孟佳凯 官僚报道 屏东海生馆传出了好消息 在画面上您看到的这个 就是海鸟当中有小丑之称的 凤头海鹦鹉 它的小宝宝已经诞生了 今年三对海鹦鹉爸妈 总共生下了三颗的蛋 全部都孵化成功了 接着就带您一起来看看这个珍贵的画面 凤头海鹦鹉小宝宝还在手长大的蛋里头 准备啄可而出时 他的爸妈分工合作 一会是爸爸 接着还妈妈 轮流将蛋夹在翅膀里 等待小宝宝富裕的过程 大约六到八个星期 凤头海鹦鹉他们就是夫妻感情很好 他们会轮流照顾他们的小朋友 所以他们会轮流复旦 轮流育除 所以我们也会去观察 这个公的凤头海鹦鹉跟母的复童海鹉 他们是不是有轮流 等了好久 终于盼到海鹦鹉小宝宝的破壳而出 全身灰黑色毛茸茸卷窝在角落 为了避免还是失事的海鹦鹉宝宝着凉 他的爸妈继续轮流 让幼厨在翅膀里取暖 他们不是吃青鸟反铸出来的食物 所以他们是青鸟去海里面捕捉那个小鱼 然后直接喂捕他们的小朋友 所以我们也就是把我们整尾的柳叶鱼 把它切得比较细碎 比较小条 然后去喂食他们 凤头海鹦鹉是分布在北太平洋的海鸟 大部分时间生存在海上 而成年海鹦鹉的羽毛也是黑色 但是脸部已经变成白色 嘴部则呈现亮红色 看起来十分可爱 因此有海中小丑之称 也是海生馆的明星之一 海生馆估计 海鹦鹉宝宝现在的生长速度 平均每天十公克 预计不久就能到展场和游客见面 记者郭彩燕 许正俊 屏东报道